各位听众社区聊天室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Lenna请到一位很资深的家庭医生 跟我们讲解一下关于健康关注日 相信大家在商机旁边的朋友 或者是很多其他的朋友都知道 是有一个健康关注日的了 所以今次我想特别请到刘医生 详细地讲解一下关于这个健康关注日 是有什么节目是怎样的来源 林医生多谢你和我聊聊天 Lenna好 各位听众好 我想问你林医生 其实健康关注日开始了多久 健康关注日今年已经是第17届 在17年前我和何兆松医生和林涟涟医生 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希望将一些健康的信息带给我们的华人社区 我们每一年做一次讲座 将一些很常见的健康问题 可以在一个大家可以沟通的情况之下 去向一些病人讲解 另外我们希望在做这个关注日之中 能够筹到一些善款 帮助大多伦多中文文化中心去筹建 那么多年来我们做了这两个目的都达到 我们都帮文化中心筹了一笔钱 对啊 17年前那时候是很需要的 是啊 是啊 但现在最主要的功能都是去教育一些市民 给一些正确的健康信息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平时你去见一个家庭医生 可能你的时间很短 只有10分钟 15分钟 很多时候很多健康问题他们解答不了给你的 那你变了有时心里面有个疑问怎么办呢 我们就每一年订一些题目 譬如浅白的题目 糖尿病啊 血压高啊 中风啊 烤喘啊 睡眠窒息症啊 头痛啊这些 很常见的健康问题呢 我们有专人的医生 有专科医生或者嘉莉医生呢 跟你讲解这些病症的有什么因素呢 如何去治疗呢 如何去预防呢 希望预防性治疗 给到市民一个好的健康信息 嗯嗯 最初的时候有多少位医生可以做这件事呢 在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有一群有热成的医生一起去做的 到今年我们有10个医生一起去做这个工作 我们一群人合作无间的了 我们又会分工合作 有些去做讲座 有些去做一些的门诊 做一些的测试给那些市民 有些去做一些示范 譬如说一些健康的示范 也有很多的那些的炎血 做一些的测试给那些病人去试一下 也有医生会做一个叫做你问我答 一个解答性的一个资讯性的一个问题 是的 那变成有很多多元化 各方面的东西都有 希望每一个市民来到呢 都能够拿到他想拿到的东西 是 因为以前呢 现在看医生呢 我就觉得就比较公开一点 就是你问医生的医生都会回答你 近时我们看医生 问医生的医生都不回答我们的 就是你行啦 你不舒服你吃药吧 就是现在是比较开放一点了 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 究竟我的病是怎样开始 怎样来啊 怎样可以预防啊 有些什么可以做得到的 那成立的时候是十七年前 是的 十七年前的了 那时候有多少人来到参加 我们这样的 我们最初就是一个weekend 星期六 星期日两天的 后来发觉人手的调动太厉害了 那变成了我们最后这五六年 我们就一个星期一天而已 只是星期日 由早到晚的 由早到晚的 今年就是九月十四日星期日 在这个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 由上午十点至下午五点的 那是免费入场的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 将这个健康讯息去普及化 所以所有市民都可以有机会去接触得到 那Lennie说得很适合 现在的家庭医生都会将你的情况 跟你讲得清楚一点 透明度高了 因为一般市民的健康的水平 对健康的追求的意欲都大了 那我们觉得做医生应该都将多些知识 向一些病人分享 因为如果一些病人明白的情况的话 他们对那件病的预防都会有些帮助 对不对 还有你如果能够做到预防 那么少些人病发 那么对政府整个架构 那个的医疗那个架构 那个的压力就小一点 不用浪费那么多钱 所以我觉得长远来说 是对社会有好处的 那其实你们筹备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要很长时间 来筹备一个这样的活动呢 真的 我们在9月做这个节目 但是我们在年初已经开始筹备了 不过因为我们很幸运 整班医生都很有疫情 是的 我知道你有 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帮忙 还有我们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 我们已经很多是家庆就熟了 譬如说找的讲者 题目我们都有一定的福稿 还有做很多的测试 门诊 我们已经有一定的联系了 虽然我们都是很早开始做 但是我们的工作都挺顺畅的 是的 因为做了这么多年 我知道你们有几位 林医生尤其是第一年就开始一直这样 真的不畏于力地去做这些事实在很难得 为社出点力是应该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做医生是很忙的 你还要抽这些时间出来去做这些额外的公益 是给其他市民 我觉得这件事我们真的非常欣赔的 而且市民都很欣赏你们这样做法 因为作为我现在去到医务所 譬如现在 当然正如我所说 已经是很开放 已经告诉你们 究竟是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有很多不懂得怎么问的 其实他们有没有一种 他们应该去看医生的时候 应该问医生什么 还是他应该告诉医生 我是怎样做的 首先 如果一般的子民 他对健康有些认识的话 他有些不舒服 无论你有病或者有疑问 你应该先找一张纸 把所有的问题都写下 因为到时你去到医生 有时有时醒不醒 不记得 所以如果你有准备的话就最好了 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上网 去Google找那个病 譬如说我抽筋 他查抽筋这件事有什么事 我们也不反对这样做 不过上网的问题 有时在网上的资讯并不是真的 并不正确 也不知道他的来源在哪里 变成大家上网去炒尋资料时 要有个戒心在那里才行 就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不过你当作一个起发点来说 没有问题 你把问题写下了一张资料 来找到医生时去问 不过实际困难 就是医生可能很忙的 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 跟你沟通得那么紧要 或者你要再找个办法 再弱时间 或者去听听你的健康关注 去拿多些资料 去帮助你解决你的疑问 最好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 就用纸笔写起来 是的 你去到时就不用说 到时忘记了 或者问得不得详细 是的 记得 比较事半公佩一点 就会好一点 没错 通常都是去家庭医生看了先 家庭医生是第一道防线 先认识的 然后家庭医生就将他转介 有需要的话就转介 转科 没错 好了 我们休息一会 转头回来 我们继续 稍后 各位设计机旁边的朋友 我们回来了 在我面前的 是有林丢育医生 来说一说 是关于健康关注日的 林医生刚才说 我们说开 你有病 不舒服 需要 写下他 有时问 都问不到这么多东西 譬如说 我突然想起 我有个亲戚又这样 我有个朋友又这样 很多时候想问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说 健康关注日 我是应该怎样 有什么的心情来参与 健康关注日是一个 很多元化的节目 是一天而已 9月14日星期日 由10点到5点 我们这个关注日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最重要是我们有一个讲座 就是讲一些很常见的健康问题 譬如今年我们会讲一下头痛 我想有很多病 市民都有头痛这个问题 我会粉墨登场 会讲一下头痛的原因 以及如何去医疗 也有一位耳鼻喉的专科的专家 和我们讲一下 听觉的检查是怎样的 另外我们也会讲一下 口腔的 口齿的健康 有位科医生会和我们讲一下 口腔里面的问题 也会讲到眼睛的问题 有位眼科医生会和我们跟进一下 眼睛常见的问题 也有一位过敏科医生会和我们谈一下 过敏是什么来的 如何做一些过敏的测试 最后也有一位气管科的专科医生 和我们讲一下这个慢性气管的新概念 其实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 在你的头 由眼耳口鼻我们都兼顾得到 希望今年我们的主题叫头头是道 即是和你的头有关的 和你的头有关 总而是颈部以上 是的 没错了 除了讲座之外 我们有很多的叫门诊 英语叫clinic 即是说你可以去做一些测试 比如说你想对你的视力做测试 听力做测试 牙科测试 你那只脚的有没有什么要处理 皮肤的测试 甚至可以跟你做一个 比如说你有肝脏的问题 跟你做肝纤维化的素描 还有看看你的血管运行得好不好 就有这个手及足的血流指数 是可以做的 不过因为我们那个 我知道很多市民都有这个需要 可能到时会有很多人会有这个需求 可能你要来拿丑排队 我就劝你来看看那些时间 去分配一下你怎样去做门诊 或者讲座 嗯 其实真的 譬如我说我又想做量血压 我又想做这个reading 又想做那个指数 那是不是可以去到 我好像诊所那样 我拿了多少好丑 又多少好丑 又多少好丑 看完这个 我就可以过来看这个 又可以过来看这个 因为要我觉得是排长龙 嗯 理论上是这样的 我们会给他丑 但是始终你明白 很多人当时我们以往那几年 每一年都过过千人 去年是一千五百人来的 是 所以很多市民都有兴趣来参加这些测试 所以我改气市民奉劝你们 就是有时候你未必一样都做得到的了 是 但是如果你做到一样就不错了 做两样就叫做超值了 三样叫做极之底的了 是 就是说你能够做多少就多少 就不要说哎呀我都要做完才叫做圆满 很难的 是 不过如果你是很早来到 最重要的那样 你最想做的那样 是的 就去那里拿走 你给自己一个priority 就是说你有什么一定要做的 譬如一会要做一个 照素描肝的 你第一件事要排队就照肝先 是 如果你一定要做手足的血流指数 就排队先 或者做骨骑疏松的就排队先 那变成起码你都有一样或者两样 你是極心而想做的话就做到 嗯 那其实有没有限制呢 譬如我说今天 我最多是可以做一百个而已 那我就给一百个抽 有 原因就是时间 譬如说你每做一个的测试都要时间 譬如说做一个肝的素描 做一个肝的超声波 最少都15分钟 你想想我们只有那几个钟的时间 就是一个钟头最多是做三个 三到四个 是的 所以我们在那一天 只能做三十个或者四十个病 所以没有办法 可以令到所有的人都可以 令到你们满意 是的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尽力而为 是的 所以就早一点 如果你想早一点 去排队先拿个丑 其实老实说 拿不拿到 做不做到 不是一个很重要的 至少你走一走 我都觉得 哦 原来可以这样 又可以这样 是的 因为我老实说 文化中心做这么多年 我这么多年都差不多一直到的 我都有做 初时我还有很多年 我就是帮忙去做 是的 知道 但是就是 初初几年是挺困难的 我自己都排很多队 排到这里排不到 但是很有兴趣 为什么呢 你会知道那些人的需要 人流是怎么样 而你有什么需要 问个医生 你听广坐实际 只是听广坐 已经好 做不做测试 是其中一个问题 嗯嗯嗯 除了讲座和测试 还有譬如有些示范 我们有谭医生 负责一些健康的示范 里面有儿童的舞蹈表演 有健康运动 有太极 有武术 有排舞 为什么要做这些示范呢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只要你人是比较活弱一些 做运动 你的健康就会好 那这些示范呢 就希望能够提升大家 对运动的兴趣 嗯 还有呢 真的去投入去玩这些不同的运动 去令到身体健康一些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讲法就是 The best medicine is exercise 就是你要运动的话 比吃很多药 是吗 是的 嗯 又有人教跳舞 又教怎样做健康的动作 没错了 没错了 就是讲座呢 讲回上来 稍后我们会继续讲座 看看有什么内容 我们可以知道 好的 但是现在 我又想问一下 譬如说 我去文化中心 我就想做健康关主人 是 泊车难不难呢 实在 泊车呢 我们今年有很大的进步 除了文化中心的停车场之外 我们还在附近的地方 找到那些停车场 是可以帮我们免费泊车的 是 可能要走五分钟 十分钟左右 都是健康的 都是健康的 其实变成了 更加是可以达到我们的健康信息 你泊下的车 走过来十分钟左右 其实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 还有我们会有很清晰的指示 还有有些辅导员 会在沿途 就是会给你一些指示 你怎样来 只要天气是好的话 应该不是问题 因为九月中 这些天气应该不错的 除非下大雨 雷暴那些 没得说 那些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但是泊车应该不是有问题 另外在Shirper和Markham Road 我们坐巴士都很方便 所以市民你们来 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因为我知道 去文化中心门口 也有个巴士站 是的 没错 坐巴士来也是好的 我想回头 好了 头头是到 从头痛开始 这样讲 头痛实在有很多东西 形成的 是吗 是的 我会在一个 家庭医生立场 来讲一下头痛 因为我们在一天里面 都见不少病人 有头痛的病症 是的 其实头痛最常见的原因 都是一些 叫做压力性头痛 当你人很趕 很急 有很大压力 你的头就会 脹起一些血管膨胀 这是最常见的原因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都会令到头痛 是 比如说有家族遗传的偏头痛 嗯 或者是你的 真的在脑里面有些问题 比如说 那个里面的压力上升了 嗯 或者有一些流血 或者里面有个肿瘤 那些都会有头痛的 嗯 我当日我会将这些不同的原因 不同种类的头痛 都会解释给市民听 是 和会讲一些什么叫做 危险的病徵 你要留心 是 你痛得很紧要的 痛到会暈的 或者你痛的时候 身体会无力的 会有麻痹的感觉的 那这些是一些 比较严重的病徵 你要找医生跟进 是 如果只是头痛 而没什么其他病徵的话 和休息一会就会好 的话 这些多数都要是压力性头痛 就是吃粒药丸 吃粒药就会很没事 很多时候都叫人不要吃药 就是叫人休息一下 例如养神 或者做一些轻可的运动 去令到那些血管 慢慢舒缓 很多时候就可以了 其实我又不断说 就是这样说 好 我很多年前 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有头痛了 但是医生跟我说 他说你头痛 就吃脂痛饼 他说不要等到真的痛 你才吃 反正你都要吃 他说你都要吃 开始作头痛的时候 你觉得 哎呀我头胀胀 就先吃定 对不对 那要看你是哪个雷头痛 如果你是那些叫migraine 偏头痛的话 我们是 我们是叫你早些 就吃药了 不要等到痛得很紧要才吃 因为如果痛得太紧要才吃 效果就不够 所以我很难回答 你当时是否有偏头痛 还是压力 我没有偏头痛 做一些放鬆 比如说闭目养神 听歌 走出来步行走 多数都已经可以 把这个情况减轻的了 很多时候 你做了太趕 你的人太急 就会有些血管膨胀 只要你能够放鬆 这个情况改善 但是现实就是 很多人趕 但是没有办法去休息 因为计算太密 那些可能就是 真的要吃一粒 或者吃一粒 去令到那些血管放松 不过说一说 比如说 中医那种按摩 按摩、针灸 那是对不对的呢? 实际上 作为西医的立场来说 这些针灸和按摩 西医就没有这种根据 不过我觉得 如果你帮得到你的话 我不会介意你去试一下 按摩一下头 是的 如果你是按摩 它可能是令到血管舒缓 让它扩张 所以我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那个疗程是你适合的 你又受得的 没有问题 是 我们稍后转头回来 我们继续聊一下 继续聊一下 继续聊一下 各位听众 我们又回来了 在我面前 是有林丢毅医生 他今天就是讲解一下 有关于健康关注日 大家可以看到 他有什么的讲座 以及有什么的测试 林医生刚才说了 就是讲头部头痛 嗯 头痛很多事都有的 除了压力 除了有事 最普通的就是压力 怎样为之压力呢 实在是压力 压力就是说 譬如在一些时间上 有限制 那些时候去放松的人 很多时候可以舒缓得到的 怎样最容易放松自己呢 我经常劝来做运动 因为运动是帮助你 第一提升你氧气的容量 因为运动时 一定要呼吸得比较快一点 那变得多些氧气比较老 那些血管会放松的 但是我都已经头痛了 你还要我做运动 不会再痛 继续痛的吗 很大的误解就是 我疲了 头痛不好运动 其实是错的 只要你不是劇烈运动 轻海运动是OK 即是出门口去逛逛 是的 出门口之后 可能空气又好些 你的人都会舒服些 是的 当然看天气 你又下大雨 行雷 那当然不要出去走 如果是可以的环境之下 都做运动 运动是最有帮助 另外运动 这种令到你腦里面 放出一些叫endolphin 一种的荷尔蒙 都令到你开心一点 嗯嗯嗯 那好了 除了头部 讲完头部 现在都咬咬咬鼻喉了 是的 那我们也有一位的听觉专家 会和我们做一些 讲一讲一些听觉的问题 因为听觉问题 在多伦多伦都很常见的 尤其是当年年长的长者 他们听觉可能会有一些失聪 听得不清楚 或者是 撞拢 撞拢 这位陈医生 就会帮我们讲解一下 不同的听觉的问题 怎样去测试他们 还有哪一种的助听器 可以帮到他们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助听器 有些是放在耳朵里面 有些放在外面 有些是专门高音 有些是专门低音 他会讲不同的助听器 怎样去帮到那些老人家 去听得清楚一些 还有也会讲解一下 政府有没有保险包 或者怎么样 所以都是一个很实际的话题 就是耳朵 比如说 有些朋友 大年纪一些的 他就跟我说 哎呀 我很不喜欢听那个助听器 很吵的 在其他地方的时候 听到收到很多不同的音 现在好吗 现在好一点 因为现在的助听器 有些叫做 可以将一些声音 可以抹掉它 是 那陈医生 他就会将这件事 解释给市民听 可以用一些 新型的助听器 可以帮到他们 即是不会那么吵 是的 是的 还有些人很怕 哎呀 这么大一块 很难看 有些很小粒 放在耳朵里面 根本看不到的 一般人 哦 那就是 耳朵方面 陈医生 就会解释得很清楚 是的 究竟你需要不需要 就不能测试的 是吧 如果你有这样 我们有测试的 在当场 我们有听力测试的 是的 如果我们排队就排队 是的 是的 有得测试的 但是起码你都知道 耳朵怎样为之是失聪 就是不要知道失聪 就是听不到 没错 就是低了 你听的能力低了 就是什么时候需要 用这个助听器呢 没错了 用什么助听器呢 要哪一种呢 还有政府有什么津贴 实在政府有没有津贴 有的 有的 那陈医生他就会去解释一下 如何去申请津贴 和一些什么的条件 我相信很多听众都需要 是的 就是很多时候 上了年纪之后 有少少听不到 没错 或者是要别人说 你说什么话再说再说 就是你知道自己有事 如果听了一点点 听不清楚的话 对不对 好了 耳 鼻 喉咙 是的 那我们鼻子那里 也有一位专家 专门跟我们说一些过问症 比如说鼻过问 他也会说这个 比如说皮肤测试 如何去测试 你有没有一些对某些 比如花草树木 有没有过问 甚至对一些食物有没有过问 其实就不是的 你过问是身体太强 你的反应太强 而令到你对一些 别人没有反应的东西 你也有反应 就叫做过问了 那这个程医生 你会将这个情况解释给他们听 以及去做一些 如何做一些测试 去证明你有什么过问 那其实呢 我又有一个case 想问一下你 闻不到东西 闻不到东西 那是什么事呢 闻到东西就不是过问的问题 闻到东西就是 你那个臭角的神经线 有些损害了 是吗 变成了你对闻东西有些问题 是否年纪大是会有这样的 通常来说 年纪大那些觸角全部都差一点的 视力会差 听力会差 臭角都差一点的 有没有药医呢 要看一下原因 如果你是譬如有些人 也都是有 譬如说你的鼻敏感得很厉害 鼻哩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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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接触外界的味道 那个功能会减退 如果能够将你的鼻哩脏的 肿脏减低 譬如用一些药物 用类固醇令到肿脏减低 你那个臭角就算不回复 失去了也会回复一部分 是的 有些人是直接闻不到东西 但是有些人 真的神经线受损的话 真的闻不到东西 那些东西很难可以回复的 喉咙是关什么事呢 我们有一位牙科医生 你会跟我们讲一下牙齿的健康 以及不同的牙的病症 譬如说牙周病 或者牙咬有问题的情况 如何去处理 因为其实很多市民 尤其是年长的市民 他们那些牙的健康 都是有一些问题的 是的 因为在他们年轻小的时候 可能对牙齿的健康 那里不是那么认识 也不是很懂得 如何每天去刷牙 用牙线 这些方法 吃了糖 又不懂得闹牙口 变成到年长的牙齿出问题了 那我想 有一位牙科医生 跟我们讲解牙齿的健康 如何去补救 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 希望能帮助这班成长的市民 知道如何令到他们 目前的牙齿状态 不要再叉下去 或者如何改善 多少牙齿的状态 很有帮助 譬如箍牙、粽牙都会说到 是的 他都会说到这些 当然时间有限 就不可能说得那么详细 但是可能他都会给一些 资讯给这些市民知道 是的 可以 因为现在中牙很普遍 是的 现在不用伤牙 不用剝牙 是的 不剝牙的了 即是可以中牙 而且牙齿不只是老人家 需要注意的 是由嬷子开始 一直到老的时候 都需要注意你的牙齿 因为牙齿是跟你的成小的 所以 又有牙科专科 可以跟我们谈谈谈 是的 接下来 有眼睛 是的 没错 有位延晚医生 陈医生 跟我们谈谈一些 常见的健康问题 现在延晚医生 他们可以 不但帮你延晚医生 还可以 去治疗一些 常见的眼睛问题 比如说眼发炎 过敏症 眼睛 眼睛 眼睛不够垂水 他们都可以给你療程 给你一些药 你医的 陳医生就会讲解 不同的最常见的眼睛问题 红眼睛是怎样去处理 怎样去形成 变成是一些很有用 很实际的一个 帮到一般市民 对眼睛问题的解决方法 是的 其实眼睛有很多问题 我发觉 很多问题 现在很普遍的就是眼肝 没错 是的 我医生都说我有眼肝 要我做一些 叫做人造磁水 是吗 原因就是 现在一些现代人 用太多不同的软件 一些电脑 iPad iPhone iWhatever 眼睛都要看一些 螢光幕 会变色的 会变光的 眼睛对眼的损害都很大 经常都要用眼神 眼睛不够分泌 眼睛就会有眼睛症 所以很多家庭医生 或者眼科医生都会劝你们 用人工眼泪 帮助眼睛失润一点 陈医生也会将这个问题 向大家解释一下 是的 其实眼尊科都有几种 有些尊科是检查你近视远视 但是他都会查你其他东西 是不是 我刚才刚才说 以前我们叫做眼眼医生 Optomatrist 但现在他们的职能 已经扩大了 可以医一些常见的眼疾 例如说你有红眼症 你有过敏症 你有眼肝症 他们可以开药科 去处方去医治 另外他们会和你 檢查你的视力的度数 看看是否需要矫视 所以他们现在的职能 都大了很多 是吗 我记得我以前 如果只是靠眼镜 他就会告诉你 你多少度 现在可以检查你 有人看到什么 按键 看到什么 看下你的眼压 高不高 所以都很全面 但是有人说 他验眼可以看到脑部 是不是 这么说 你眼睛和脑部 当然是相连 如果你的眼睛有什么问题 很多时候是脑里面的神经 才受损 譬如说 Makular Degeneration 你那个黄斑怎么退化 其实和你的脑部的管理 视觉那个地方有关联的 OK 即是说 如果你黄斑怎么退化呢 你就是管理你的大脑里面 管视力那里的地方 都有些退化 嗯 变成你这个是相连的 但是当然 我们不要说 看一眼就看到你的脑部 这么厉害的 也有些关系 老科医生再去跟进 都不一定 但是起码 会有少少的一些资料 或者少少的迹象 我们知道怎么做 好 好 现在稍后再回来 我们继续 好 回来 各位听众 我们又回来了 在我面前的是 有林丢毅医生 跟我们讲讲 健康关注日的问题 林医生刚才说到眼睛 眼睛就搞定了 是 要看眼科 其实是否真的 多久要看一次眼科医生 我的立场就是这样说 如果你是18岁以下 65岁以上政府 就是够了你的话 是 是 是 如果你是18岁以上 65岁以下 而政府不掌握的话 你都应该 自己两年三年自己看一次 就算付费也要看一次 是 为什么呢 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 真的不值得没有这个危险 是 这一笔小的钱是一个很大的健康保障 还有可能你做工的 可能你公司的保障都会掌握的 就算不掌握 那很多因素都会令到你有白内障 最第一个原因就是年纪大 老化 第二 有些病 譬如糖尿病 你有血压高 这些也都会令到你的精体容易 不透明 第三就是遺传因素 如果你的家族 你父母都有白内障 你有机会高一点 是 第四就是可能 你从小到大 那个视力都是 譬如常常都要看一些很新 光线不充足 要令到眼睛很辛苦 那这些情况之下 都令到白内障的机会高一点 是 那说完眼睛之后 那还有就是敏感 想说一些敏感 还有你有什么还可以补充呢 敏感症是很常见的 因为无论你是皮肤过敏 鼻过敏 气管过敏 都是敏感症 那我刚才都说过 敏感症不是你的身体太弱 而是你的身体太强 而是你的身体太强 反应太强 那怎么令到你的身体 为什么会那么强呢 那程医生就会解释一下 什么叫过敏症 还有有什么的测试 可以检查到你对好的食物 或者花族树木的过敏 如何去预防这些东西 那主要就是你要知道 过敏症是一个很常见的病症 那这些都是找医生去和你检查 要测试一下它是什么 是的 那其实就是 你刚才说过 那些运动是很重要的 那你们还有什么人 是安排一些运动 给我们 当日是可以做的呢 我们当日在我们多功能的大堂里 我们在不同的时间里 都有不同的运动表演 譬如有些儿童的舞蹈表演 有些健康运动 有太极 有这个功夫羡慕 排舞 和这个Zumba 这个舞蹈示范 Zumba很厉害的 是的 不是一般人可以跳到 身水身寒的 但是这样说 我们在不同的程度 如果你是轻微的 就先做一些轻一点的动作 如果你是高手的 就做一些高深一点的动作 其实运动是适合每一个人 什么年纪 只要你能够动得 就能做运动的了 是的 就算瑜伽也可以 是的 年纪大一点的做瑜伽也可以 没错 所以运动是 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千万不要灰心 哎呦我年纪大 哎呦我痛症 不能做 嗯 其实痛症人呢 做运动是帮助你舒缓痛症的 嗯 其实Massage好不好呢 就是做按摩 会不会帮助到 Massage也是一种治疗的方法 它就帮你把肌肉啊 一些软组织的绷紧去舒缓的 嗯 那找一个适当的Massage Therapist 就是按摩治疗师 还有呢 他做得适当的话 是对你的那些痛症有帮助的 嗯 那好了 软软这些呢 那当日的节目呢 已经安排得很好的了 嗯 那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呢 那我只能再说一次呢 就是今年的9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10点至下午5点 就在这个大多伦多 中文文化中心 是的 就在这个5183号 Shirpert Avenue East 即是Shirpert和Markham Road 的位置 是的 那我们一开门 那些市民就可以进来的了 嗯 我们有测试 有讲座 我们有些摊位 可以欢迎你们去拿一些的资讯 有些的小小的纪念品 是的 我记得有很多摊位的 就是很多给一些维他命丸 或者给一些钙片 是的 那些东西 另外呢 你可以做一下良血压 良血糖 这些比较简单一些的测试 是的 这些就应该做得到的了 嗯 那就希望每一个市民来到 都能够拿得到 他们想拿到的东西 嗯 那我们最大的希望 就是每个人都来到 都可以学到一些健康知识 就是学到一些知识 是的 以及帮助你们 对你们健康的一种增长 是的 或者保持 是的 那我有一个问题 不要紧 做一个这么大型的节目 经费怎么来呢 经费就是这样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经费 因为我们有很多赞助商 嗯 我们很幸运 在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能够在社会上 不同的社区的范畴 都找到很多赞助商 包括有些药厂 有些的银行 有些的传媒赞助 嗯 令到帮助我们 筹了一些善款 这些善款就是 除了我们必要的开支之外 我们全部都拿来给文费中心 去做他们的日常的运作 嗯 我曾经说过 曾经他们早期 我们拿来帮助 去做筹建第二期 是的 但是第二期都落成了 是的 现在所有的仇得的善款 全部都是给文费中心做的日常运作 现在是 日常运作 不特意 现在又要筹款的文化中心 要筹款建一个历史纪念堂 知道 所以他们都会有这样的需要 没错 所以市民你们来参加这个节目 是间接都帮了我们 因为有你们的参与 我们才能够令到 找多些赞助商 找多些赞助商 赞助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就变得更加成功 是的 每年都有成千多人 千多人 去年有千八 是的 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现在已经差不多健康关注日 很多人都会很渴望去这一天 九月份一个星期日 是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听众 如果你有空 九月十四日 由上周多少点 十一点 十点钟 是否每个钟头都有讲座呢 我们总共有六个讲座 上周有两个 下周有四个 那变成你在讲述的时间 可以听书 或者你在之中的时间 可以去做测试 或者去看一些示范 或者去找胡医生 有问有答 是的 变成一定令到你很充实 是的 是太忙得了 是的 其实真的多忙 可以到处走 我记得有个护照 你可以这样吸引 我见过哪个医生 我又吸引哪个人 是的 我还有这样的 是的 所以不妨来看看 究竟是怎样的 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 没错 今天 林医生我真的很无意思 真的多谢你 这么忙之中 都抽这个时间 连晚都不吃了 上来和我们讲这个节目 不要这么说 社会服务是我的责任 是的 所以我们很多谢你 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继续请你上来和我们聊天 好 谢谢你Lanna OK 拜拜 各位姓庸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